現在,阿爺講嚴聲梁夢娜。 阿爺有沒有什麼? 搞錯! 梁夢娜在中華民國二十七年, 踩了十萬情人, 豪華佛小幾七片那麼大把, 就已經消聲匿跡, 還在做二打錄, 沒有人有興趣聽它。 你都按鈎鈎! 梁夢娜去了安安, 做了幾個月母女, 事關過時, 很多映畫雷明星都下海, 好像梅爾, 陳善如, 朱瑩梅, 和南野那樣, 都下過海, 做過母女。 事關做老舉話多的銀子, 在安南做老舉話多的銀子, 在安南做老舉那時, 他跟過前班男花蛋收尹蘭學唱歌, 在中華民國二十七年, 未回來香港母內就改名梁尚燕。 事關她的樣子, 真是有幾分像西片七重天過女主角西蒙, 所以香港報紙人稱她為東方西蒙。 回到香港半年之內, 便踩了街頭博士、春龜三鳳、 紅豆曲、湖北龜、八尾圖、 出場紅紅綠出影畫戲。 蘿蔔頭打到來, 武器踩就轉行做大戲, 獨自開了中華音樂劇團, 和呂文成, 尹自中, 何大傻、 大口海、 五靚東泉, 洗成萬元帝子來治過衣箱。 可惜打仗時期, 人人都如此淒涼, 誰有心情去看戲? 而且競爭對手是陳飛龍、 梁醒波、 薛郭明、 盧凱天、 譚秀珍、 偉堅芳、 偉堅芳、 加上半個月戒嚴, 所以遲本到眼淡淡淡。 好人無忍!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中, 拉上去市潮、佛山, 在佛山那間聲平戲院, 叫人畫了大大個梁上燕大人頭做宣傳。 誰知原來梁上燕沒有一出粵語片在佛山拍過, 觀眾認為他是二打六, 首晚票房得那二十多元蘿蔔頭軍票, 死得! 梁上燕激到發低粉為食量, 那晚還豪道請上班伙計去佛山一品聲酒樓食獲金, 帶二廚儲喉蘿蔔燜牛筋腩煲實行一罪解千仇。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,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, 足夠持續 Greta, 復健足 tox這 為了想念店員在省城 풀蘿蔔牛蔔頭,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9月8日 , 在香港 中區 中明志通三十一番號 , 明志劇場開了《追悼會》 , 梁上燕與導演嚴夢、呂明星、小燕妃及曹耳文。 女歌凌晨錦雄及郭小民登台大唱《小明星的歌》 , 梁上燕沒有生死,請了兩位美女姐妹花, 梁無色和梁無雙在中華民國三十二年3月9日 , 和她回省省登台。 後來梁上燕認識了個曾經留學東洋、 廣東省官如縣、沙灣鎮、何生利龍場 、 少東何幫仇,和她同居。 不過,桂家公子怎會娶一個做過母女的戲子做老婆? 搞到中華民國三十六年, 梁上燕由香港死回省省告何幫仇, 說她何蒙輝約不和她結婚,要求賺上兩萬元? 結果,省省法院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1月9日 判梁上燕得席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3月6日 下午4時, 梁上燕和導演洪宿雲、 嚴姓榮玉二、黃曼妮和黃紹興, 在香港大酒店地下茶廳喝咖啡、入西餅。 誰知說說說說, 洪宿雲和榮玉二吵起上禮, 榮玉二成隻癲雞, 那麽敢吊破了老洪宿雲。 搞到茶廳客人看着他們做《大龍鳳》! 那個河邦仇就當刻, 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3月24日 禮拜四 夜晚九時, 河邦仇想說答和平倫由省城下來香港食風遊世界。 誰知這隻船在晚上十時, 走到一條河撞到共匪水雷沉沒, 當時河邦仇正在船上無聽跳舞, 當時他還叫的達客, 小丫媽,你滴米騎士兵和水雷無聊到達, 一會兒便有人來救我們家! 誰知話未講完, 船上回頭,河邦仇慘被海凳押死了, 死亡時他的手指還帶著一隻四萬多鹹籠, 重乘三卡鑽石戒指, 結果中國共產黨搞什麼事? 乘四百多個乘客死傷!